幽玄炉 可以增加装备属性 用打造装备或零食可以获得一定的帮派荣誉值 用幽玄炉打造大于150级装备 不含零食时属性有百分之50提升 一到二点属性 个人荣誉在精英以上的玩家 穿戴自身打造的装备 和零食总等级大于300级装备 增加等级乘以 等级乘以0.2 35点 大于600级装备 卧槽 不过他要自己打呀 穿戴自身打造 和零食总等级本败机 增加 0.15到0.20 属属性 那我们之前打的算不算 应该算吧 乐哥 你那个鞋子是自己打的不乐哥 这打的应该也算吧 不是啊 你看啊 你看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这个风云是等级你知道吧 他说 他是个人荣誉 在精英以下的玩家 穿戴自身打造的装备 含零食总等级大于310 他没说一定要是优选龙打出来的吧 他没说 我操那军果商不是裂开 那这些军果商不是直接裂开了 个人荣誉等级 我看是个人荣誉等级什么意思 看不到 我操这个有些牛逼啊 我这个家好多啊 我操 那你妈的以后梦幻 不是以后梦幻装备都专属了 我他妈服了 专属装备都来了 那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那我如果说 我带140的 你们听我说啊 我带140的一个零式 加上 160的一件装备 那是不是就等于 我比别人多了70点属性啊 对吧 就我自己打的话 对不对 是多70点吧 等级乘以2的逐数性的 连接点 对吧 哦不对 要600G 600G 大于300G是加0.2的逐数性 那有多少 三十五点 三十五点 也不多 三十五点也不多 但是这个很明显不可能啊 这个很明显不可能啊 这个 你他妈的 我们的装备是什么装备啊 我们的装备 愤怒光辉腰带 愤怒什么 什么愤怒封印腰带 什么愤怒野兽腰带 穿刺 穿刺什么头 不抱头 160金钦罗汉项链 怎么可能啊 这他妈怎么可能啊 这不根本就不可能打出来的啊 这怎么打出来啊 你看 可以 哦 不过 不过我跟你们说 这个很牛逼 你看啊 使用优旋炉打造大于150装备时 属性有50%增加一到两点 也就是说 你打160装备 160装备原来不是双加最高是 30 小鱼 小鱼 小鱼等于 那有什么用 150装备 是什么垃圾装备 那有屁用 对福战来说没用啊 对帮战好像挺有用的啊 对帮战好像挺有用的 自己打140 150的装备 然后 这个 没用啊 这 这个 更新对我们来说没用啊 啊 屌用没有 帮派帮派 等级 好别 这个称为有点屌啊 天下盟主 泰山北斗 我这称为有点屌啊 帮派帮主 副帮主元老在发动传音时 会附带一个天下盟主 泰山北斗的标签 我说这个有点牛逼啊 这个还可以我感觉 但是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拿了甲祖五十三冠军的话 又有这个称为的话是显示哪个 应该是显示五十三甲祖冠军吗 是吧 帮派秘宝上面有三个属性是一的 什么意思啊 这有什么用啊 这打扶栅你用都没有 谁带105装备打扶栅啊 是吧 没用啊 这就是打帮战使人用一下的 打帮战都带105装备 帮派秘宝 哦 帝帆刀 天书剑 我看这个天书剑是什么东西啊 天书剑 我操 可增加帮众于本福啊 本福 本福有个毛用啊 本福 本福没用啊 看地盘刀什么东西 杀怪用的 都是打帮战用的 嘻哈 卧槽 没用啊 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一点用没有 我们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又不能加属性 搞毛啊 打帮战我没有不打的 啊 打帮战我没有不打 没用 更新的东西 对我对我们来说没有 不过我跟你说啊 帮战其实现在玩的人是比福战多的 我准备我准备搞一个帮战号 把我的麦巴赫卖了 然后去搞个帮战号 我准备去打帮战了 现在帮战还可以的 因为因为我跟你说 其实打帮战啊 蛮有意思的 真的打帮战蛮有意思的 打福战已经没有没有没有意思了 已经无敌了 打帮战打福战 准备去打帮战挑战一下 真的福战没对手 无敌了 你看连挂都连挂了 我准备退役了 去打帮战了 以后我帮战第一指挥 啊去打帮战了 咱们变吗 咱们变吗